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介绍 我们给手机型号模 贴模 那么这款的话是我们的小米一 这个呢是与这款手机对应的这个保护模 也就是说我们大约长出一个原机模 那么我们先的操作示范一遍 首先的话我们先将这个开关打开 这样按下这个位置的时候 然后机器会自动将手机固定 我们看一下 然后上面按一下这个手机就固定了 我们看看它就不会掉了 是吧 而且你还拿下来的固定的很紧 然后我们再将保护模 我们放模的时候一定注意一号模一定是朝下的 进行一个定位 就是说放在手机中中央 这个的话是没有一点技术含量的 大家都知道怎么去对齐 是吧 然后将取母器放下 然后再压一下取母器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稍微用力压一下 使取母器的话 减息这个保护模 我们稍微抬一下 大家起来是吧 然后翻转这个 那我们这个固定有个注意的是什么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你手机屏幕上把这种护模撕掉之后 空气上面有很多飞尘的话 如果说你放在空气中越久 你就掉落在屏幕上变得是越多的 当然如果说 而听摩之前有发现飞尘掉到上面 你可以用这个取准器 所以启动这个开关 将掉落在屏幕上面飞尘吹走 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用胶带 或者说那种经典籽去吸内 的话很麻烦 因为你吸到这个 那个又来了 所以你直接用这个气动促成器 可以很快的将飞尘吹走 OK 我们现在看 我们就不促成 我们看看效果怎么样 那我们就先加一号模撕掉 一号模的时候 我们注意点轻一点 防止飞尘跑到这么去 然后加原来的这层底模撕掉 就是原来的这层薄空膜 吃保护膜的时候我们就轻一点 然后再将保护膜放上去 OK 我们将保护膜放上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 固定手机这个开关关掉 然后用刮法 加模 贴到手机上面去 然后这个上面有很多气泡的话 这个是没关系的 因为它里面是空气 空气是可以擀出来的 那我们把手机取下来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就是说 只需按下这个金属小球 我们看看 按一下 手机的话就起来了 是吧 然后我们取模 所以要注意就是说 手的话按着这个膜 然后把这个掰开 对 然后再放在上面 硬刮板 将里面的空气 还赶走 是吧 那我们去看看之后 我们现在 再把二号码拭掉 OK 再把里面的空气把它放走 那么这种模拟的时候 你们看 我们刚是没有出厂的是吧 里面是没有任何气泡 是吧 我们看 包括在每一边都对得很齐 我们看一下 嗯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用机器的话就可以 避免这个气泡的有产生 这就是没可能手机贴模机 现在我们介绍 怎么给手机屏幕贴模 那么对于山寨机 我们需要用格子模 通用模机这个裁剪 或者说当你没有那个型号模的时候 你一样要通过手工进行一个裁剪 那我们这款机器它可以 有一个裁模的一个功能 可以很快的将模边缘拆 那么对于手机 像这个假设手机 假设手上没那个型号模了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将手机 原来的那层模把它撕下来 就是一个模板一样 然后将模板放到这个格子模的上方 我们去对应一下 我们一号面的话是朝上方的 好我们将这个模可以利用原来的话 两个两条边 因为原来两条边的话是很直的 这样我们可以少拆两条边 OK 贴好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漆模板 原来的原来的这个模 进行一个拆解就行了 我们看看 那我们可以用美工刀 原在原来的这个轮廓画一下 然后再远到这一个 然后再远到这一个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只剩下一个圆角了 是吧 我们就可以把模板把它取下来 进行个圆角 那么圆角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款美卡达最新出来的一个多工的圆角器 那么它是很小巧也很方便 它可以用四种幅度的一个圆角 那我们假设以这种为例 假设这个幅度它是二十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将模直接放在里面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圆角切注意的就是说 我们先将模放到这个里面去 然后按下中间的这个使模固定 稍微按键 然后两个手指的话 要按着刀片的正上方用力 那么这样它一个圆角就出来了 我们看看 是吧 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一样可以这样子 将模放到里面去 然后按下中间的使它往下面走 然后按键别动 然后两个大拇指稍微用力按一下 那么这个圆角就出来了 我们看看 是吧 同样的道理 这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 将模放到这个刀片的上方 然后我们按下中间的这个柱子 按下去之后这个模的话就 稍微用力按一点 模的话就不会动了 然后我们再将大拇指 我们看看啊将大拇指 把这个刀片的正上方移动 然后再稍微用力 那这样的话 吃个圆角就出来了 是吧 我们看看 那么这样它圆角的话 它圆处的那个角度的话非常完美 是吧 不知道也看不 能不能看得清楚 没任何的毛刺 那么这就是这个圆角的使用过程 大家好 现在我们介绍切磨器的一个使用 那么切磨器的话 我们注意的是说 这是一个尺度 就是一个钢尺 那我们切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一号面 是朝着我们自己的 也就是说 使人技术就朝着刀片的那个方向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那个撬边 我们现在将磨放进去 然后将钢尺稍微按紧一点 别忘了磨洞 然后用美工刀稍微清洗一点 然后将磨换下来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快将磨切好 是吧 而且很直 也没有任何的毛边 不像剪刀剪 如果是你剪刀剪的话 一个是容易剪歪 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当你剪刀不符立的时候 那么它剪出的那个边的话 就会有点翘边 是吧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随便怎么切 是吧 速度很快的 而且边主要是边缘的话很直 是吧 我们现在看 我们可以打过来看一下 看那个效果怎么样 我们现在看到它的边缘的话是非常直的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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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青木板店的使用 是吧